缅甸局势在起波澜,白索成被困老街,却又遭到军政府的抛弃,这一看似荒谬的决定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权谋和谜团,为何军政府选择黑吃黑?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 将白索成这个被抛弃的棋子扔回老街,首先,白索成被扔回老街并非毫无原因,据透露,他早已将大量财富转移到缅甸腹地,这使德军政府有了将其留在老街的理由。 在缅甸发生的一系列关键事件中,白索成成为了权谋与冷酷之间的牺牲品,作为一个原本被人们看好的政治家。 他因政府利用和背叛而陷入四面楚歌,随着时间推移,政府逐渐将自己握紧控制权力,并设计出让白索成身败名裂,处境尴尬无比的阴谋。 其手段如此高明,以至于连同盟军也遭到了阻挠和限制,就在最关键时刻,他们毫不留情地将白索成扔向老街。 被抛弃在老街上时,白索成发现自己已经沦为政府权谋的牺牲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逃离绝境成为白索成面临的唯一生存选择。 缅甸军政府对民众权益和民主进程造成了极大威胁。 其通过弃制白索成与老街来实现自身统治目标,并以此为例,警告其他意图挑战其既定规则与权力体制者们。 白索成坠落老街。 在缅甸政局的黑暗角落,一场曾经潜藏的权谋风暴如今愈演愈烈, 白索成曾是军政府棋局中的一颗棋子,却在多次被信弃后陷入了四面楚歌,最终被政府无情地抛离老街。 据称,缅甸民族团结与和平进城协调委员会和北方联盟的三家组织召开了一场和平谈判, 这一消息得到了国管委发言人佐敏吞少将的证实。 他表示,此次会议旨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并指出这次和谈是在中方的推动下展开的,并将在本月底之前持续进行讨论。 除了国敢同盟军之外,三兄弟联盟的其他两个成员也对谈判解决问题表达了支持。 他们认为,通过谈判找到最终解决方案将是有利的。 目前,对于这一层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成为了可能。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并期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结果并不足为奇,中方对于白索成、魏怀仁、刘正祥等十名电诈头目发出悬赏通缉令后, 缅军方应该早已明白中方的立场。 实际上,在此之前,缅方已与缅北的民地五组织分裂, 尤其是吞吞敏取代白索成,成为国敢自治区主席,并开始在日常会议上使用缅文。 这意味着白索成等人已被抛弃。 对于缅北的战乱,中方一直主张通过停火谈判解决问题,尽管国敢同盟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围攻老街一个多月后,双方仍进行了和谈。 这是考虑到未来的长远利益。 听闻国敢同盟军已攻占了四面佛,不过由于天气原因,他们仅进行了试探性攻击,如今已基本控制住了老街的东城。 据消息透露,同盟军于12月11日攻下了老街东城的剩余部分,并对阳龙寨进行了进攻,从下午三点到天黑,缅甸军方的直升机和战机对山邦北部木杰105码区域展开了猛烈的空袭,果敢同盟军可以说是铁了心,要把老街守住了,他们坚持着不肯退缩。 反观缅军却选择了撤离,将老街交给了白索成等人的民兵守卫。 只能说是被逼无奈了,因为被重重包围的缅军,无论如何也难以有好的发展前景,现在的老街已经成了四大家族的下一个重灾区,他们只能选择内讧或者投降了,果敢地区成了解决问题的重点,缅北的战局范围也被进一步限定。 这么说吧,缅甸的和平稳定不仅对整个区域的发展有利,对中方边界地区的安全也至关重要。 如果缅军方能够与果敢的联盟军达成一致,共同建立一个自治管理机构,不仅可以减少普通人的伤亡,也能够避免正面冲突所带来的巨大损失。 无论怎样,以白锁城为首的四大家族肯定会被遣返回中国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而那些横行缅东的电信诈骗团伙也将会被逐一清除。 未来,谈到近期召开的外长会议,六个国家积极参与梅兰合作,加强合作关系将成为现实,自首获是白锁城唯一的出落。 昆明会谈后,缅军已经开始陆续撤离出老街,接下来老街的防务也将由同盟军接管,而中方的关切就是一定要将诈骗犯白锁城,刘阿宝,魏荣等人缉拿归案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白锁城竟然提出用十亿人民币换自己家人离开,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多少中国同胞惨死在他们手里,又有多少人被这些诈骗犯骗的死去活来。 显然敏昂来也深知中方的决心,他没有答应白锁城的提议。 同时,敏昂来也是十分的狡猾,他既不想得罪大国,又不想落下泄沫杀驴的骂名,他让白锁城自行决定去留,要么独自对抗盟军,要么带着家人自首。 不过参考明学昌,因为他知道太多的秘密,只交给了中方一具尸体,外界担忧,白家可能被灭口。 如果真是这样,那对我们继续追逃可能不利。 白锁城的部下也出现内讧现象,白锁城管辖的民间武装爆发内讧,白家的大将郭武疑似被白锁城的女婿枪决,传言此人消极应战,意图逃跑,而目前白家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毕竟白锁城此人就是当叛徒出了名的,他对待手下也不那么信任,因此他的女儿,儿子以及女婿才是他最信赖的人, 对于手下的任何异动他都会心存疑虑。 我们仍然不能对缅北调以轻心,毕竟现在俄罗斯在支持米昂来。 缅军在会谈后表示,月底之前才撤离老街,这期间也充满变数,毕竟米昂来这个人毫无信誉, 他反悔的事情可不少,一旦他休战期间调兵潜将,那么则对盟军不利, 因此强国一定要在情报和武力上继续对米昂来保持高压态势。 中方亮明立场,缅甸北部地区的动乱,尤其是在与中国西南边境接壤的地区,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这一地区的不稳定,不仅可能破坏中缅间的经济合作项目, 还可能引发难民潮,为了应对可能危及边境安全的紧急情况。 中国南部战区近期开展了一系列陆军实弹演习, 这些演习目的在于增强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边境安全控制。 此外,中国海军的一支护航编队在完成中东多国访问和与巴基斯坦海军的联合演习后, 也对缅甸进行了访问。 而在外交领域,中方针对近日的缅北局势也明确表示了立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缅甸局势及中国的立场作出回应。 他强调,中缅是友好邻邦,中国始终坚持尊重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坚定支持缅方推进和平进程。 他还明确指出,任何破坏中缅友好关系的行为都不会受到支持。 11月30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记者会上对缅北局势发表评论, 他敦促缅甸各方尽快实现停火,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他说明,南部战区的实战化演训活动旨在提升部队的快速机动、边境封控和火力打击能力, 以更好地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保护边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吴谦还强调,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然而,中方刚表态,缅甸军方就在敏昂来的指挥下对包多镇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 致使局势进一步升级了。 回顾过去14载,彭德仁先生选择沉寂并潜心修炼,春去秋来, 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这次打击电信诈骗的宋命题。 面对这个机会,他知道如果不能抓牢这个时机, 恐怕以后重归国感的可能性将变得微不足道。 而如今的局面,似乎也正如彭德仁预料的那样, 军人政府虽然劝慰过白索成,不应在抵抗, 但却不得不要求他务必坚守至最后一刻。 这么看来,白索成目前正如同带宰的渔翁, 宛如摆在砧板上等待分切的羔羊, 他的命运看似已定。 旁观者们虽然无法感同身受白索成的敬语, 但历史的长河躺过岁月的侵蚀和沉淀后, 背叛,挫折和痛苦的痕迹在他身上一声灰。 十四年前,因为背叛彭佳生, 被逐离果敢的经历始终如影随形, 陪伴住他度过漫长的黑夜。 然而,彭德仁先生却沉得住气, 在历经严酷考验之后, 他积蓄了足够多的人生感悟。 同样积淀了深深的回忆。 他明白,自己必须找到一条崭新的路径, 尽快让果敢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这不仅是为了他个人的梦想和抱负, 更是为了整个果敢族群的未来与前途。 所以他摆弃前嫌,向白索成发出邀请, 希望能够携手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紧接着,白索成作出回应, 他表示愿意放下恩怨,合力前行。 尽管他的声音依旧显得诚恳, 但面对彭德仁十四年来的卧薪尝胆, 和他本人背弃彭佳生的过往, 却又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因此, 白索成面临的挑战, 并非只是技能与经验问题, 更重要的是, 他需要学会如何面对, 如何处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